我自己不想 你不想干什么 我怎么还要 我自己不想干什么 你不想干什么 我自己不想干什么 据我所知 中国每年产生这种类似 已经超过了十五一顿 而回收利用率却不出百分之五 相较于欧美日本发达国家 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资源化率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上不出百分之五 这个问题 你思考过吗 在中国 从政府到民营企业家 早已对建筑垃圾 做出了很好的探索 包括在试点的几大城市的利用率 都已经达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嗯 不过城市的有机垃圾分类 确实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方案 但是 就在我们学校 几名中国留学生 正在以一个社团的模式 他们试图将城市建筑内 模拟一个自然的生态环境 其中 不含包括城市垃圾再利用 也是他们研究的课题之一 你对高级动物很了解啊 当然 因为现在 我暂时住在高级动物 不过加入高级动物社团 是我不懈努力的目标 这个事情我会去核实的 嗯 控制花园 是一项难度系数极高的 跨学科实验 需要依赖大量中学科的理论 和实践经验 进行得很顺利吗 不错 很顺利 嗯 特别 业务联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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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Sel你 Lay down 板教授 请留步 我还有我问题 小向您请教一下 您说 说来惭愧 其实从严格意义上来讲 我并不属于高定的一员 刚刚您问我生物循环系统 其实我不是很多了解 所以说我的回答 是在蒙混过关 蒙混过关的人大有人在 下课 再来自我揭穿的 从来没有 所以你的问题是 我很想知道 构建生物循环系统的 关键是什么 如何才能突破这个难关 你这个问题太大了 约等于是在问我 怎样才能修建一种空中花园 总的来说 要在保证物种多样性前提下 确保生态链条的平衡 或许你更应该从小出入手 比如 我记得赵尔文有颗种子 好像一直没有发芽 种子 也许你可以从 怎样来细心呵护 一颗种子开始啊 我知道了 白教授 谢谢您 嗯 谢谢您